LOTUS 这个品牌的车估计很多很多车友 看到这几个字母都会一愣 这是个什么牌子 如果说莲花 很多车友一下就反应过来了 原来是欧洲那个曾经很火的跑车品牌啊 路特斯的辉煌在他经历了几番东江的流转之后 早就不能和之前相比了 不过自从被吉利收购以后 似乎又迎来了峰回路转 逐渐又有了一些起色 说路特斯绕不开同为吉利集团成员的沃尔沃 以及最新推出的领克01 领克01的成功 不只是因为吉利和沃尔沃 共同打造了CMA模块化生产平台 还有它前期的营销造势 领克01一上市就是销量相当火爆 对于这样一个能生产畅销车的生产平台 仅仅生产领克01这一款车 是不是太可惜了呢 吉利当然不会让它这样资源浪费 沃尔沃最近车型XC40 也将在这个平台上生产 两款车远远达不到一个平台的正常负荷 而这样一个专门生产高端车的一个平台 自然有将路特斯的新车型 也要在这个平台上进行生产 可以说一个平台可以生产三款豪车 节省了大量的研发费用 设施设备二次投用的建设费用 对于吉利而言 没有比这个更划算的了 关于路特斯即将退出的新车 已经得到了确认是一款SUV车型 在路特斯以跑车名声卓著的那些年 也是有生产SUV计划的 但迟迟没有上线生产 看来这次吉利是要玩真的了 不妨期待一下 在2020年能看到吉利领克01的兄弟 路特斯SUV的下线吧